第228集 春季正月 汉元帝前往甘泉祭祀天神 岳陵侯车骑将军矢高 因为是皇亲国妻的缘故 主管宫廷机要 前将军肖旺之光禄大副周刊作为他的副手 肖旺之是儒家学派著名的大儒 跟周刊同时担任现任皇帝的师父教师 旧情很深 刘氏对二人至为依赖 刘氏退朝后 每每单独借鉴二人 谈论历代治理故事 陈述国家建设大计 肖旺之推荐皇族出身 研究儒家学派武经深有心得的 骑马侍从官 本职议论官的刘相 兼任宫廷几世中 又推荐市中金厂 同在刘氏左右辅佐 四人同心合力 引导刘氏走向古代制度 多方补救并纠正政治上的错误 刘氏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这种强大的影响之下 史高虽然身居高位 只不过坐在高位上称树 于是跟肖旺之之间有了裂痕 中枢令鸿宫 蒲叶石显 在刘荀时代就主持中枢 纪要熟悉法令 刘氏即位后 身体虚弱 时常患病 因为石显担任重要工作太久 又因为是宦官的缘故 环境单纯 在政府中没有党羽 精明干练 责任心又重 可以信任 就把大权交给了他 朝廷事情无论大小 都通过石显转成 再由皇帝裁决 只是短短数月 石显的权势就倾盖朝野 文武百官对他尊敬畏惧 石显为人 聪明绝顶 洞察势力 能了解主子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 外表和颜悦色 心里却阴险狠毒 罪会利用时机重伤别人 任何细小的怨恨 都难逃他用法律来进行报复 他跟史高勾结 在讨论国家大使时 坚持汉王朝传统 不符合肖王志 肖王志一批人 对于皇清国期的许性家族 跟史性家族的骄傲奢侈放纵 本已身为厌恶 现在又有掌握实权的 宏宫石显加入了对方阵营 更觉得事态严重 于是采取反击行动 向皇帝建议 中书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 位居国家的神经中书 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 担任这项工作 武帝因为整天在后宫美女群中 欢乐享受 外臣出入不便才改用宦官 这不是古代的传统制度 请解除宦官担任官职的规定 这才符合古人 不接近受过刑罚的人的训诫 这项建议激化了肖旺之 跟皇亲集团的矛盾 而刘氏刚刚坐上宝座 谦让谨慎 不敢马上改变祖先的安排 所以 到底该不该由宦官兼任 掌握政令的官员 讨论了又讨论 商议了又商议 不能下最后的决定 然而刑氏显然对肖旺之不利 因为过了不久 刘氏就着身刘相 当上了增重 肖旺之为了扩大影响 继续向皇帝推荐儒家学派的学者和专家 担任朝廷的建大夫 而这个时候 一位危险人物出现 快击军人郑鹏 发现中央政府两大派系 不久将爆发一场胜负分明的决斗 他决定把赌注压在肖旺之这一边 走肖旺之路线 剥去权力 于是 上书皇帝 控告史高 派遣他的门客 到各郡各封国 图谋非法利益 又强烈指出 皇亲中许姓 使性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 刘氏将这份奏章拿给周刊过目 周刊建议 召见郑鹏 当面询问 郑鹏 虽将一份 签成给肖旺之说 将军身当国家众人 目的何在呀 只不过希望当个管仲燕英 便心满意足 还是静静夜夜 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 直追周公 赵公的薰夜才为止呢 如果目的不过是当管仲燕英 我马上就回到我的故乡 严陵 去守祖先的陵墓 中了我的天年 如果在于建立鸡蛋 鸡唱那样伟大的薰夜 那么 请赐给我时间 我愿意竭尽忠心 陈述我的谋略 起初 肖旺之接见郑鹏 推心致富相待 可是不久就看出了 郑鹏 不过是一个 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 就跟他 划清界限 不再往来 郑鹏 因此由失望而怨恨 他追求的是权力 而不是原则和是非 于是 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投奔许识两大家族的皇亲集团 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为 那都是周刊刘相教唆我这么干的 我远在东方 怎么知道政府里的事呢 宫廷市中 许章 所以奏请皇帝亲自召见郑鹏 在跟皇帝一番对话后 郑鹏出了皇宫 宣称 我向皇帝检举肖旺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 恰好 试招画龙也想纳入肖旺之系统 肖旺之因他品行恶劣不肯接受 画龙也投入皇亲集团 宫公实险 叫这两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打手 联合控告肖旺之系统密谋废除史高 并挑拨皇帝跟皇亲徐使两大家族的感情 等到肖旺之休假那天 郑鹏画龙将奏章成底 刘氏交给洪公查办 在询问肖旺之时 肖旺之回答说 皇亲国旗身居高位 多半荒淫说辞 我盼望皇帝疏远他们 只是为了国家 一片忠心 并没有什么邪恶的意念 在取得肖旺之承认 有这种企图的口供后 宏公实险 联合奏报说 肖旺之 周刊 刘相 皆成私党 互相援引推荐 不断诋毁国家重臣 离见陛下的骨肉至亲 图谋 控制朝廷 专制朝纲 作为一个臣僚 不忠 献主上于不义 无道 不忠无道 应派戒者把权案 移送昭治廷尉 当时皇上即位不久 不了解昭治廷尉 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批准了 直到有一天 皇上要召唤周刊留下 左右人回答说 他们已经被逮捕收押 刘氏吃惊说 啊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 赵治廷尉 仅仅是问话吗 劫则红公实险 二人口头请罪 刘氏说 快请他们出来办公 红公实险发现 如果周刊 刘相能官复原职 一旦报复的话 将势不可挡 于是 由史高告诉刘氏说 陛下纪委没有多久 就用法律处理师傅 而且既把部长级高级官员下狱 如果使天下晓得出于程序的错误 政府的形象将受到伤害 不如趁此机会 把他们免职 表示朝廷并没有错误 于是皇上遂下诏给丞相 和最高检察长说 前将军肖旺之 辅导我八年之久 没有其他罪过 只因年纪已老 记忆力衰退 应免除他的前将军 宫廷光露勋之务 而周刊 刘相 一律便做平民